誒 沒開 哇喔 這什麼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呀 我有帶 我只有帶一張魚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 怎麼會帶默克爪王子 他有缺什麼東西呢 OK 這樣 一樣 向下 因為不交好了 因為不交的話我可以入虧錢幣憤怒 我是入虧錢幣 對呀對 月火 哇喔 這完全就是為什麼入虧OP呀 因為有啟動 如果沒有啟動就還好 真的就還好 有啟動就是另一個世界 等一下 如果說入虧支不到還是超賺 還是要硬撿 應該要想辦法硬撿 看起來有沒有踢骨 然後他還撿不掉 撿不掉應該就是GG的意思 夜晚 是合錢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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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想 Walking 獵人 變好 這應該是第三輪錢幣魯虧吧 可是其實第三輪錢幣找地也是找 看前面到底擋一擋住 爪機帶的真好啊 爪機帶的真好 有哪個德魯伊會帶爪機的 這爪機其實就跟一個糾纏子 現在的這個爪機就跟一個糾纏子 跟一個意思一樣 因為多兩滴血了 然後我還是貪兩滴血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英雄能力我 然後應該還是在為了這個爪機 感到很詭異 因為這個爪機是我自願帶的爪機 哇他要再英雄能力我一次嗎 他如果再英雄能力我一次的話 我應該是覺得他鐵定崩潰啊 他是一個金頭像獵人欸 如果實在如果現在我在開實況的話 我一定覺得他在 來開我實況台 哇 太扯了 他有1費的東西 他上門選擇不出 那你有4點傷害嗎 通常的人有3點傷害 不會有4點傷害 這也不是野獸 一般而言 除非他有知名設計 不然應該是沒有辦法 希望他解不掉 拜託不要解掉 兩個快設計 哇 解不掉 很讚 好 節奏啊 哇 雖然真的有知名設計 欸 我沒時間玩遊戲 這個 比較容易 讓他獅子 沒有作用 不過我死神會先觸發 其實好像也沒有很好 不知道 應該會讓人比較不想出獅子吧 因為假設我手上有堆肥的話 他有可能會送我一張獅子 OK OK 欸 所以他現在如果直接下下來 其實就蠻糟糕 因為我們這樣就可以偷一個4.3 他覺得我偷一個4.3是OK的 不過應該通常是不OK的 這哪一家賣的塑膠 這麼好的塑膠 還不敢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不實在玩還有什麼東西 欸 我也忘記我要換多帶一條龍了 沒有 真的就是 一個 一個一個 到這裡我有帶 我有帶死神應該是很 很清楚的事情 加速一下 嗯 我會不會被阿康呢 我會被阿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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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會被阿康呢 在想說換英雄能力 可能找一輪來 做兩次英雄能力吧 現在應該是先鋪場比較好 他可能有兩張擊殺 我可能應該趕快建立這一隻 他傷害應該是對的沒有錯 喔 喔 我想起來了 我其實怕野獸不夠 因為野獸好像也只有三隻而已 這一隻 然後一隻 蠻黃的戰鬥者 然後一隻叢林暴 我是多帶一隻叢林暴 野獸真的也只有三隻 我的牙齒可真 帶館長超拼的 我從來沒有聽過 地爪特里 攻擊的聲音 對 可是他這裡 野獸褲換的話 會穿兩點 所以其實搞不好治療他會比較好 不決定 至少他現在有蠻大的壓力 要解掉這招 然後我西娃也死過了 所以其實 只剩打蛋出是姿勢跟略寶盾擊者 所以這張 死掉之後一定可以出 所以要印過這個嘲諷 怎麼應該敲臉吧 不算應該用這個畫 好像是不要用這個畫面 麻煩 沒有 你看我 忘記吧 然後下一輪拿到五費以下的東西我都可以出門 然後拿到六費兩張都是治療 WOW OK 其實沒有特別想堆肥這一隻 因為堆肥其實有可能會給他另一隻淹沒之類的狗屎 所以這隻會復活三隻出來 所以我要四個空位 應該沒有算錯 需要四個空位 應該還是五點傷害 所以我覺得其實先 多治療一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天啊 他可能會想要截掉這張 因為他知道我其實 他應該知道我有帶這張 看他要不要截救手 他應該是不急 他應該是不急 嗯 我可以看到他 他不會找到那張 他應該要掌握一些 擊殺命令,然後野獸的消耗要小於無 其實還蠻簡單的 兩張快色都叫了 其實兩張擊殺命令也可以 以及四米打 一張牌也不夠 擊殺命令 你就知道 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找他是不是 野性成長或是找一看守者都可以 WOW 這場一定超有趣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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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多念幾次就有用 嗯 野獸要開削囉 WOW 好重喔 他幾乎已經可以確定他是ODK 死餘生了 好 應該不可能不解這一隻 Why 這play真的很不好 不是 我在講 因為 你希望你這隻死掉你知道嗎 你希望你這隻死掉 所以 你應該把這隻直接送進來 但我現在就竟然可以利用自然印記 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 一件很詭異的事 一件很詭異的事 我陣營也是蠻合理的 WOW 我陣營也是蠻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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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的眼神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他應該不在 別人真的是怕狀眼是手命 不在 他應該會繳一張風險 尖角封線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想的差不多 就是綠牌還是有點不足 為什麼要這樣寫啊? 超詭異的 但也是有 有一些可能性啊 就是他可能 想要留某個combo之類的 留一個縫隙 一些同仁奉獻的combo 可是其實留 火戰一次同仁是更強的啊 所以我覺得唯一的可能是他手上沒有一次同仁或是奉獻 有可能嗎? 因為他這樣奉獻也很好啊 請給我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這樣就是解掉之後 我武器再敲個兩人 就可以恩諾斯了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輸了